Hello 大家好! 美國財政部最近公布新一輪制裁名單 其中就包括了澳門江湖猛人尹國區區哥 以及與它相關的三間公司和組織 美國財政報指尹國區是全國政協委員江湖組織頭目 以一帶一路作為掩飾從事非法活動 消息一出區哥就立即親自拍片 和發出重要通告反擊 指美國財政部抹黑又澄清自己不是政協 聽下他怎麼說 本人也愛我們自己的國家 世界鴻鴻的小文化社會 從來都是遵旨守法 未曾詐欺 一帶一路 民意從事任何違法的行為 請美方聲言 警言信心 停止對本人及本人的鴻鴻的審法社會 的惡意的美黑行為 本人對美方財政部此類行為表達強烈的抗議 並暴留 維護自身的腸衣 腸衣 請美方 勒 勒 氣 停止對本人 指 歷史文化社會的 名譽的 親愛 請委 美國財政部公告特別指出尹國區的 綽號是崩牙區 又指它是中國政協委員 但根據資料 它從未出任政協的職位 美國財政部根據的是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 受制裁人士在美國的資產將會被凍結 任何被有關人士直接或間接持有50% 或以上的機構也會被制裁 亦會禁止美國人或身處美國人士 跟它進行交易等 對於美國的指控和制裁 特區政府並沒有回應 而中國外交部份人華春瑩 之前在禮行記者會上就指 尹國區根本不是中國全國或地方政協委員 並說此事說明 美方一些人的確在偏造謊言 並且不擇手段地攻擊抹黑中國 這樣的行為實在令人不恥 這集就講到這裡 如果有最新消息我們會再跟進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、按LINE和Share出去 按鈴鐺就會即時收到新影片通知 下次見 拜拜 拜拜